亲爱的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我们已经分手了 对啊 他那个戒指放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你放心 我帮你帮你一个新的 同一个设计师 限量版新款 肯定比那个贵 是啊 贵多了 放心 亲爱的 不跟你说了 我还有事 晚点联系啊 晚安 莉莉 我在跟平脑开会议呢 这不 刚退出去借你吗 微博啊 网络上的事情你也信啊 这都是营销啊 我知道 我懒得跟他们争 你只要知道 我心里游戏就好了 嗯 你只要知道 那么 下周 算了 我会给你一个号位 情侣分数也很正常 再联系啊 啊 咯 高小姐 姚先生 你到底有几个女朋友啊 听到了 这合则来不合则散 年轻的人不都这样 高小姐 你是成年人了 懂的 如果你的恋爱故事有不实的情节 我们要重新考虑跟你的合罪 高小姐 你故事已经放到微博上去了 还附上你作品的图片 现在取消 不是被别人看笑话吗 况且现在网友反响这么好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营销就是做广告 真真假假有什么管理 你的女朋友们都已经看到那条微博了 只要有人出来说一句话 就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故事 这个简单 我买些东西给他们哄一哄 保证不给你点麻烦 怎么样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必须处理好这件事 那当然 为了你们瑞华的酬金 我保证 请 小姐 小姐 今天很累吧 还好啦 看你眼睛都熬红了 嗯 他们好在把这无意电影的系统都套起来了 嗯 那挺顺利的呀 对啊 讲什么的 主角是我们的顾客 大哥他的女友啊 是跨国恋 多年恋情终于修成正果 咱们的定情信物啊 就是当时高会设计的戒指 这回也准备采用会心的戒指 异地恋 因为能最后走到一起 真的不容易啊 嗯 好了 你也快点去洗个热水澡 我帮你去热杯牛奶 有助睡眠 嗯 好的老婆大人 你也附个面膜睡眠容觉吧 谁是你的老婆 眼睛都睁不开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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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同意没 师父们走 一周内修好啊 郑师傅 怎么多了这么多要修的首饰啊 你不是喜欢吗 啊 你不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我们这个没人要的地方吗 就是啊 你不是要做瑞华的标兵楷模吗 那你就得多干几活 你们都把我说糊涂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还想问发生什么了呢 啊 刚才董事长找我 他说你们忽然为什么在公众号上打广告 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一只金凤凰 一心想出名啊 就是 在公众号打广告想出名 你说的是我吗 不是你还有谁啊 你看 这是 你造人做的吧 我们都以为你真心是来学手艺的 真搞了半天 你来试想 能出风口 凭真 郑师傅 啊 那个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你就别生气了 瞧你 道歉那么多遍了 我没那么小气 啊 再说了 你又不是成心的 让徒弟再调皮 师傅也能原谅 谢谢师傅原谅 谢谢师傅原谅 啊 咱们走这边吧 你你你不走这边吗 你你 没有我想 今天去买点花放在办公室啊 你啊 下次还是不要来定制组接我了 差点就被正师傅发现了 发现就发现呗 我说我来工作的呀 再说了 我们就直接说办公室练情不好吗 今天我要去见妈妈 还要为了袁黄去买花 不能陪你了 看来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谢谢你啊 走吧 谢谢你啊 来 来 我们再来一次 厉害呀 谢谢你啊 有你真好 小鱼就是好 我也喜欢跟小鱼玩 是吗 嗯 那以后我经常和小鱼来陪你玩好不好 太好啦 小鱼 和小杰 结婚吧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和小鱼一起玩喽 妈 来 我来 帮你拼个房子好不好 嗯 好 丈母娘都发话了 我是不是应该表个态啊 嗯 别闹 怎么了 心不在焉累了 我碰到件很棘手的事情 说说看 看我能不能给你解决 有人 想把祖母绿的戒指改掉 客人很喜欢那颗宝石 但是又不喜欢那个借托 可是 如果把祖母绿取下来 很有可能会因为 宝石材质的脆性 出现裂痕 可如果不取下来 客人以后就放着不想带了 如果你是客人 你会怎么选啊 如果是我的话 既然喜欢祖母绿 我就不会冒这个险 等到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时候 再去弄它了 当然了 我仅仅是我嘛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还要看客人怎么想 我应该提醒一下预知 可客人坚持要改 说前男友骗财骗色 不想要那个戒指了 可惜了 我觉得 那个戒指挺好看的 你看 这次的产品的灵感呢 是由高贵小姐 根据一对情侣的 亲身的恋爱故事 而创造出来的 一款新的设计 那这款产品呢 它的 余芷 这位是小余总 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 总策划 整个设计 支配一下 高贵小姐您是吧 这次我的设计理念呢 主要是一对情侣 这次发布会必须交替 为什么 我已经调查过了 新疆的那些故事 全都是讲的 它同时跟好多女友 暧昧不清 对 根本没什么异关人 不可能 千真万确 现在交替还来不及 不行 之前财力物理 已经全投入区盘 拍了这个东西 而且前些宣传也做了很多 如果现在停的话 得让别人看瑞华笑话 那你弄虚作假不更好 更是笑话 不管怎么样 这周期得长完 回头会这个渣男 做的一切事情 我们再想办法 给他给他压下去 没有不脱风的架 再说你当那些记者是傻子吗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当断不断肯定会出麻烦的 那然后希望宣传上 多给我们一些版面 试配一下 什么货事啊 记者都等着呢 靠慧 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迷失在感情 网上都已经说成那样了 你调查不出来吗 那又怎么样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前女友那边 反正都已经封口了 就算查出来 我们也是不知情的商家 再说了 所有人都知道 广告不等同于现实 不能认定就是欺骗 所以你早就知道是吧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云烟 你快走吧 我们必须完成这张发布会 去哪里 尔治安 钳在心上 不得不放 这个事情不得听 走 你确定吗 走吧 好 实在不好意思 各位久等了 小于总先生呢 他现在临时有点事 可能不方便 跟大家来打招呼 但是一会儿 不会让他们 跟他见面吧 好了 漂亮不漂亮 漂亮 手真巧 他是谁啊 小杰 我们的女儿 真的很优秀 虽然我跟小杰 不能见上面 不过 我常听到他的消息 最近我听说 他修复了一个 特别复杂的凤冠 他就像当年的你一样厉害 你一定不记得 当年你画得有多好 当然记得 你真的记得 嗯 我比隔壁萍萍画得好多了 你画得很厉害 我们的女儿 我们的女儿 画得也很厉害 我们的女儿很厉害 我们的女儿很厉害 小杰很厉害 很厉害 是不是 是 你干什么 妈 孟小姐 你怎么算来了 妈 妈 妈 我是小杰啊 我是你的女儿啊 看看我 好 不用怕 来 小杰在 小杰 我要回家 我真的在那里有孩子 我要回家 小杰 不用害怕啊 好 好 你们回家 不用怕 不用怕 小杰在 不害怕 不怕 不怕 小杰在啊 刘护士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个自称高太太的人 骂你妈妈试试小三 还说看医生有什么用 注定是个傻子 一定是我小子 看医生 看什么医生啊 就是有个高海先生 一直带潘月去治疗 他还说不要告诉你 说等有好消息 再给你一个惊喜 可是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外人 带我妈去看病呢 对不起 高小姐 以后我们不会了 没事了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妈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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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 你来这里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妈妈的事 我真的很抱歉 趁我还没有说出 让大家难堪的话 请你走吧 我知道 你不会轻易原谅我的 我已经对你这个所谓的爸爸 失望到宁可没有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母女 对 如果你不愿意 我可以尽量不来找你们 但我还是希望每个星期 能带你妈妈去看医生 你还敢提看医生的事 要不是你瞒着我 带我妈去医院 怎么可能会招惹到吴小慈 我真的没想到吴小慈 会跑过去这么对的 不用再说了 你没想到就可以不禁我同意 带我妈妈去医院吗 这些年来 你以为我跟外公 没有想过给妈妈治病吗 可是为什么到最后放弃 是因为治疗 只会给妈妈带来更大的痛苦 我这次找的是 国内最好的脑科专家 他们说有新的治疗方法 说不定真的会有疗效呢 有疗效又怎么了 你是希望妈妈 会想起当年你和吴小慈 背叛他的痛苦吗 我跟你再说一次 你这么做 对妈妈毫无好处 只会招惹吴小慈折磨我妈 可是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只能给妈妈 换一个新的疗养员 让你以后再也见不到她 妈 我走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我过来看看你啊 怎么样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 在首饰上 遇到一些难题 那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没有 你呢 你怎么看上去有点憔悴啊 还在处理营销上的事吗 反正能做的都做了 事情的本质也不会改变啊 我今天也有点心烦 不如换换脑子啊 我请一天假陪你 怎么样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真的吗 你个工作狂 能为我请一天假啊 那我们也要好好去玩一天啊 有时候死磕也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要放轻松一下 怎么听这个话 这么耳熟呢 嗯 因为是你教我的呀 不过 这次换我 来开导你 走吧 我的包 我回来啦 哦 你在干什么呢 没什么 你怎么在找房子 你要搬出去吗 不是啊 我是在帮我妈妈找房子 她不喜欢住在疗养院 我还是希望 可以把她接出来照顾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要搬出去 我来吧你看看 这上面房子确实不错啊 不过你不用想了 交给我来出类吧 我刚才真以为你要搬出去 哎呀 我现在可受不了这个大忌 怎么了 糟糕透了 上次营销的事情 上后还没有处理好吗 倒是处理完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那是代价太大了呀 你等我一下 嗯 你要干什么 我罪该万死 我愿意 戏庭送店 什么意思啊 你最好的威胁公关 不就是放一个更大的物料 吸引人的注意力吗 正好有一个海外珠宝的机构 选择了我 还有高惠 代表 国内新生代珠宝从业者 去做个采访 嗯 可能这段时间 我就人生不是自由的 没办法陪我的女朋友了 所以先跟你道歉 你和高惠 只是一起接受采访 这么简单吗 对啊 那还能有什么呀 作为瑞华的一员 我当然希望可以看到 镶嵌组能够起死回生 解决眼下的困境 但是作为你的女朋友 我很坦白地告诉你 我不喜欢高惠 也不想自己的男朋友 成天跟他纠缠不清 纠缠不清 原来你是在吃醋啊 哎呀 好了 我们就是一起拍个宣传片 是 你觉得外界怎么宣传你们俩 都无所谓吗 只要我为金无愧就好了 抱歉 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坦然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为了跟你在一起 曾经想过怎样的决心 又经历过怎样的煎熬 你根本就不懂 欢迎随时监督 好 高惠小姐来了 大家准备一下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了 请问高惠小姐和鱼职先生 最近在忙些什么类型的产品开发 最近都在研究新的系列开发 也是为了爱的主题 和《亡者之线》一样 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作品 谢谢 那不知道您对以后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高姐 你别生气了 我会帮你看好鱼职的 需要二十四小时盯着的男人 我才不要 在工作上呢 高姐 会和瑞华有进一步的合作 包括和小鱼总 也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正好 谢谢 你的冲号先给电话了 不好意思 视频一下 领导来视察安安安 不好意思 你想多了 我来是招董事长的 我们公开吧 你说我这跟高卉每天同进同出的 看了确实也不怎么对价 而且呢 万一公司有什么别的男生追你 我心里也不舒服 何必这样 是不是 同一家公司上班 上下集谈恋爱 终归不太好吧 你不都调到定制组去了吗 而且啊 我相信公司的人啊 奶奶啊 都会理解的 何必搞什么办公室底下联情啊 是不是 我还有去找董事长 不跟你说了 好漂亮的手镯啊 我怎么不记得 在珍藏品中有这个东西啊 这是郑师傅他们 拿老建筑上面用作装饰的 古董珠宝晶片 打完做成的 真是个奇妙的想法 用晶片 镶嵌珠宝 然后再把它拉弯 做成手镯 真漂亮啊 没有几十年的功底 是做不出这个东西的 高杰 你在丁志祖 学了不少东西 我有一件事 想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董事长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我一定会努力完成的 丁志祖 要裁撤了 裁撤 丁志祖 这两年一直没有业绩 我是因为舍不得郑师傅他们 才留着这个地方 才留着这个地方让他们养老 可是他们都快退休了 这个部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你看看要是裁撤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 回乡嵌组 他们的环境我觉得你不太合适 去塑金组呢 沐总会非常欢迎你的 可是老师傅们每个都身怀绝技 裁撤了之后 那那些传统工艺怎么办呢 我当然知道这些可是没有办法 市场不流行传统工艺了 我们必须跟着市场走 我打算在瑞华盛典之后 宣布这件事 你呢就在这之前 告诉我你的选择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董事长 高海开门 高海 高海你给我出来 高海 我没听错吧 你找我爸爸做什么呀 我要问问他把我妈带去哪儿了 你爸去哪儿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看你就想趁机接近我爸 别浪费我的时间让高海出来 你搞搞清楚啊 这是我家门口 你有求于我还跟我白普 如果我妈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 请让开 请 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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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想知道我爸把你妈带去哪儿了吗 你求我呀 你跪下来求我我就告诉你 你不要欺人太事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为今天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 高海 你竟然推我 这笔账我给你记下了 随便 反正也不差这一笔 随便 反正也不差这一笔 我都急死了 羽毛 我找到她的时候啊 她在回辽养院的路上 手里拿着这些羽毛 高兴得不得了 碰都不让我碰了 你怎么可以乱跑呢 这样我们会很担心你的 不跑了 别担心 答应我 以后都不准乱跑 乖乖待在这里 现在就只有我们了 别那么伤感 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她是我表姐 你呢 我从小把你带大 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你放心 只要我在 我一定会把你们照顾好好的 不会让别人来欺负你 妈 你找这么多羽毛做什么呀 这是鹅毛 可以代替点翠的翠鸟毛 妈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羽毛 羽毛 你是不是还记得以前的事情 那你还记得那些珠宝设计和制作工艺吗 好美呀 好美呀 表姨 妈妈刚才说话是不是很正常 她好像清醒了一瞬间一样 是啊 难道高海带妈妈去看医生 真的对妈妈有用 就好了 高海带她 对妈妈 她的 体育 又说 apa 疮痕 不认识 她的 对吧 不是 她的 高姐 我们这人手不动 你来拿下反光板吧 你什么态度啊 假装听不见是吧 董事长可是说了 来定制组是来宣传瑞华的历史 谁 你们定制组的人不配合 谁来配合呀 麻烦几位老师傅 帮我们拿下遮光板吧 谢谢 帮我们看的 帮我们坐着 帮我们坐在这的等级 虽然你是在给地板打光吗 包姐 你去调整一下那个大灯的角度 我都觉得我脸上的光不对 你怎么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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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办不住 你什么人啊 就那不关系 就是她能办得着吧 你怎么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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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身体不动呀 对呀 你怎么办呀 你怎么办呀 他们也真是的 就是 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 办这么重的东西呢 就是啊 我来吧 这个余迟 前期天对我们小高不还是挺有意思的吗 这没过两天 怎么就跟这个女孩好上了 哼 这个 真的假不了 假的那真不了 小高啊 小高啊 是不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 我没事 这个小孩过家家 不能太当真了 好 高小姐 我们看到橱窗里有许多精美的中式传统珠宝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里面呢主要是一些修复的传统首饰和仿古董饰品 用的呢也是一些非常原始的制作工艺 和我们当下的珠宝系列有很大的不同 等会儿拍摄结束了 大家可以跟我回总部参观 那里有我们瑞华最新最棒的珠宝设计 这些镂空法廊 嘴唇一时栩栩不升 简直就是颜色和形状的完美结合 你能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珠宝的制作吗 传统首工艺呢确实是有它独特的地方 但是我们公司会根据顾客的购买需求来决定产品的开发 所以这些珠宝基本还是展出了状态 我们还是会花更多的精力在高端珠宝设计上 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式复古风格感兴趣 连在外国的年轻人当中都开始流行中国风 我们定制组的珠宝在手法上使用了传统的经营系工 但是在选材和设计又参考了时下的流行元素 尽量去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相信这样的作品投放到市场上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它这种前天后坊的纯手工模式 对于瑞华这样的企业来说 根本没有市场拓展意义 现在我们正处于摸索阶段 等到产品设计成熟 传统工艺的珠宝 未必不能成为市场的重要一环 未必不能成为市场的重要一环 我希望你们不要见怪 因为在我们瑞华这次化合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要你有意见 提出来我们会认真地考虑和采发呢 这是我们公司一贯的部分 瑞华果然是人才辈出 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思想上的火花碰撞 这让我对瑞华的新产品更加期待了 那您就敬请期待吧 我们定制组不需要任何人拯救 我们有实力在瑞华立足 开拼一片新的市场 是我让他们来的 听听他们的意见 郑师傅啊 来 你们坐 董事长 我们想争取 让定制组也参加今年的年度盛典 不好意思 你们的部门马上就要被裁撤了 你们有什么 要来参加活动的理由啊 再说了 定制组平时就是 维修一些首饰 做些私人定制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作品 来参加这次活动啊 今天我们就带来了一套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东西长过屋 这款胸针 这款胸针采用了典型东方元素凤凰 代表着涅槃重生 在选材上 用了贝母 珍珠 并用法郎装饰 让整个作品更具灵动感 贝母是一种便宜的材料 但是它独有的光泽 在其他高贵宝石中 是不具备的 我们想做大众能消费得起的 高贵珠宝 用工艺权势情感 为普通人铭刻真情 制作很精美啊 色彩与光泽 就是完美的结合 没想到定制组 可以拿出这么完美的色彩 而且 结合了现代年轻人 非常崇尚的复古和时尚的美感 董事长 您不是一直想把传统的 首饰记忆传承下来 发扬光大吗 我觉得高杰的这款作品 就非常值得人期待 可是离开展没多长时间了 每一款设计都要有足够的成品才行 就算你们有时间画 但你们有时间做 那个 我向大家保证 这个保证在参展之前 我们能够拿出足够的成品来 只要董事长给我们机会 我们这三张老脸就搁在你们这儿了 好吧 定制组 参加盛典 不过展位 董事长 我们镶嵌组只有三成的展位 已经非常局促了 恐怕没有多余的展位分出去 董事长 我们瑞华本来各个部门就是相互依靠的 我觉得我们塑金组可以让出一成的展位 给定制组 谢谢沐总 不过定制组不要高兴的太早 你们有了一成的展位 那就要拿销售额来决定你们定制组的去留 一成的展位 你们的销售业绩必须在全瑞华总销售业绩的业组 一成以上 各个部门也是一样 如果各自的销售业绩低于展位所占比的话 那么明年我们公司的展位 就要重新划分和安排了 音乐太可笑了 以为靠几个老兵就能挽回败局吗 那你就等着看我 能不能烦起冷火 那你就垂死针掌吧 真去多留几天 老高 别干了 都下班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这不是给您拿外卖了吗 我没有点外卖啊 怎么你没定啊 这是你的 你看写着字呢 你看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快吃饭吧 再生气也得吃饭啊 美食是无辜的 外卖送错了 瞧这个 咱们整个定制组 除了你再生气 就没别人呢 这些年轻人哪 来 小高 我跟你说啊 这个年轻人在一块啊 没有不伴随的 你看我 我年轻的时候 哥们老伴 我们也闹别扭 春天闹得红红的 但是有一点 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 要分片了 要互相包容 你们以后还得往一块走啊 包容是互相的 但是为什么总要我去包容它呢 对 是 是 是 我 我跟你说啊 这个余芝啊 是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 她小时候啊 挺可怜的 她父亲啊 当年是特别不争气 成年在外边花天酒地的 她呢就 从小就跟她母亲相依为命 就没想到她母亲呢 让人给逼死了 什么 没想到 后来 逼死她母亲这个人 她还 还转正了 可怜哪 真是 她不光是成了没妈的孩子了 而且呢 还要成天面对着 逼死她母亲的这个女孩 你说什么 这个人你也认识 就是同管苏金组的 木组 是 是她 所以现在你应该理解了 为什么 苏金组跟湘天组 水火不容 因为他们俩人的仇恨太深了 不道格尼斯我活是不会罢手的 原来 表姨对于智 就像吴小子对我 他们之间的关系 甚至更加复杂 吃饭了吗 要不要我煮个面给你啊 没吃呢 我要吃爱心面 还有爱心蛋 能不能爱心配吃啊 能不能爱心配吃啊 我先去煮给你吃 来 来 爱心面做好了 哇 真的是爱心呢 本来我今天都做好 父亲请队的准备了 你要是再不理我 我就逼你打我妈 我 我一定得让你说话 没想到还有面吃 慢点吃 小心烫 对不起 于智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煮面了 吴小慈的事我不可能放下 而表姨对你的伤害 你也不可能忘记 我们之间 注定有跨越不了的鸿沟 这几个老家伙 这辈子还有机会去年度盛典做展览 是啊是啊 我本来以为公司啊 就这样就不要我们了 就等着退休了 幸亏告诫你来我们组 林师傅 您可别这么说 你们可都是公司的元老 手艺又好 我还有很多要跟你们学习的 既然董事长给了我们这一次机会 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展示一下定制组的实力 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对对对 翻身仗 那这个剩下咱们准备些什么东西呢 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不就是摆个摊卖首饰吗 人家怎么卖咱们就怎么卖 人家怎么卖咱们怎么摆呗 是不是啊 摆摊我知道 摆摊我知道 就是撑一个大遮阳场 然后人呢蹲着这个伞子下面吆喝 卖西瓜 大西瓜咬一口咬牙 你这个老饭呀 我跟你说 是吧 你太没见识了 我跟你说 这圣典是在室内的 你以为摆地摊呗 卖 卖东西 对的 是在室内的 老郑那你见多时光 你跟我说说这个圣典 是怎么个圣法 怎么个典法 你你你你 你这么问我 我我 我也没去过 我也不知道 各位师傅啊 年度盛典 虽然我们要争取业绩 但是并不是简单地卖首饰 它的重点在于展示 一般来说 这种展览 都会有固定的几个流程 流程 那是几个流程啊 这 嗯 其实连我都没去过 那么大型的珠宝盛典 好行啊 但是 大家先别着急 我会抓紧时间 收集一下资料 看一看 往年那些盛典的资讯 再跟你们一起商量 这样 这样我做 要告诉我 我跟你说啊 这个 你年轻有为 是不是啊 又有精力 我们几个老东西呢 就 除了做手是挑挑打打的 别的也帮不上门 你都能得多劳 盛典上面展示的 主要都是师傅们的手艺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只不过是研究一下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手艺 主要看着手艺 要我们做什么 你尽管做啊 能够邀请高小姐 加入我们瑞华镶嵌部呢 是我们的荣幸 对吧 谢谢 我也非常期待 我呢也要谢谢余总 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就是完美的结合 有什么好看的 都是备好的包子 我一定会带领瑞华镶嵌部 给大家展示出 最新最优秀的 来 这是往年盛典的资料 给你 会对你有帮助的 不用了 谢谢 怎么了 又生气了 没有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这是公司 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 你还是拿着吧 这个 会对你有帮助的 因为你们丁制组 没有社会展 回去多学习学习 余总 我们代表不同的部门 竞争一定会有输赢 在这个时候 接受你的帮助 不太合适吧 我们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余纸 高姐我文件整理完了 走吧 资料都准备好了 我先走了 高姐 高姐 我真是被你俩关系搞得烦死了 什么 高姐 送给你的 好看 好不好看 干嘛突然送我花呀 在公司谈公事 回到家就要鲜花美女了哦 我去给你插上 你拿行李干嘛 我决定搬出去住 搬出去 为什么 最近筹备年度盛典的事情太忙了 而且你也知道 定制组没有参展经验 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所以 我打算先搬去会展所在的酒店 住一段时间 住一段时间 你准备住多长时间 你能不能找一个 像样点的理由啊 你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吗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想搬出去 高姐你到底怎么办啊 你在公司跟我拉开距离 拒绝我帮助吗 我这刚回到家你又要走 你平常不都很理解我吗 你到底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永远处于一个 理解你包容你的位置 你和高会形影不离 我看着很难受很不舒服 你能跟他离得远远的 彻底不合作吗 我从来没有因为工作 让我女朋友受到过委屈 你做的所有的决定 我也在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可这次的事情不是因为我 是你拒绝公开关系啊 你根本不知道 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呀 你告诉我之后 我们才能一起解决啊 高姐 我们都想拥有一个家 我们对方也知道 只有彼此才能给对方这个家 所以都不走 所以都不走 其实我们都很像 想要的东西从来都很简单 只是 我现在才发现 你给不了我 我也给不了你 让我们都先冷静一下吧 如果你还珍惜这段感情 如果你还珍惜这段感情 就让我走吧 这一次的芮华盛典 为期三天 前两天都是常规的展台展览 第三天晚上 还会有每年的重头戏 芮华之夜 展规的重点在于吸引人流量 以往塑精组 都会精心设计大排场 来造势吸引眼球 我们到时候 也要提前过去布置展台 你说这回给咱们定制组 经费实在是不多 所以你要想排上去 几乎是不太可能啊 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的 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特别的点 来吸引顾客 而不是去跟别的展台拼排场 对啊 这就是需要的特色 评问 你们这儿能不能修那个老手势啊 奶奶 你要修什么手势啊 看看我们的师傅能不能帮到你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 家里给的陪价 跟了我大半辈子了 我一看见他呀 我就想起我年轻时候的事 这前几天不小心 就要我给摔碎了 把我急得呀 你让师傅帮我看看好不好 来 郑师傅 能不能帮奶奶看看她的手势啊 我给你看看 什么问题 就这 这 这个地方 别的问题还有吗 别的道理没有就这闹 都摔坏了 你看看 行啊 这我能修 没问题 就是等着时间长点啊 哎呦太好了 只要能修好时间长点没关系的 哎呦我都跑了好多家店了 都说不能修 后来有人说你们店可能能修老手势 我果然没来错地方 师傅啊谢谢你啊 哎不着急就行啊 不着急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这位老奶奶的拆花 还有之前董事长的凤冠 都是因为 装满了回忆 才变得珍贵特别 他们传承了我们的历史文化 更传承了一种 有温度的情怀 这次展会上 虽然我们不能从牌场上造势 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主推 首饰的传承意义 利用首饰翻新来吸引顾客 再唤醒每件首饰背后的故事 借此来推销新品 这办法好 这个主意不错呀 这就是咱们的特色 对啊 这主意不错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靠姐 你还真来了 很有勇气啊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大家都是公平行政 公平行政 你们捧着些过时的东西 怎么捧我公平行政 你别忘了 我们定制组可是董事长 轻点参加年度盛典的 说传统工艺过时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得 他们的艺术价值 丢了一个设计师该有的初心 我们都是瑞华旗下的品牌 都是公平行政 不需要你的招待 你还想跟我平起平坐 也不天亮天亮自己的本事 行了 时间快到了 走吧